今晚很難得來到這裏 我很難得這麼多人 我想為你祝福 為何祝福呢 你快要有一份新的工 即是他做了一份新的工 你做了一份新的工 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祝福你能夠不要怕 因為你要有幾天 要在那裏二十四小時幫忙 兒童之家 這裏我想停一停 為何我會盡量在過程中 去到某一點就會截停 讓大家想一想 當你說不要怕 這句話我想你想一想 這句話會令到他有什麼感覺呢 這句話其實不是差的 不過都可以有一種感覺 你會不會想到有什麼感覺 譬如你想的東西不要怕 是用什麼方法更加好呢 但是用什麼說話呢 其實有很多方法的 我很開心你一個新的工作 你會做得好的 我會支持你的 我會和你一起的 這些說話呢 他會覺得舒服 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不用怕 你放膽去做 這些說話呢 是吩咐式 命令式 教導式的 那這些說話呢 是否聽上來有點不同 但是我會陪你一起 我會支持你的 你到時去到怎樣呢 告訴我 我會為你祈禱的 是否這些說話 會舒服一點 好 多謝日敬 你不要介意 我不要介意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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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到時呢 就 我會照顧小B 那你不用擔心 是呀 那你 那你 在這裡呢 你可以 給你回應一下 你聽到他會照顧小B 你有什麼回應 很開心 我不擔心 我覺得 我全心全意去 天父叫我做事的地方 全心全意是風 沒有壓力 一開始都擔心 女兒和老公怎樣 好像 忽視了他們這樣的苦惡 但是天父感動 我要去做這份工的 不過 其實 將會 將來 他們兩個生命好些的時候 原來是一家三口去 而同之家侍奉 但是 現在去 我去先的時候 其實我有害怕的 我誠實說 我有害怕的 所以 叫他不要害怕 但是 這個 叫他不要害怕 我都說是好的 不過 怎樣方法令他更加不害怕呢 就可能說 老婆 我會支持你的 我說你祈禱的 你會做到的 這樣的時候 他會更加不害怕 但是 我又會想 你這樣 剛才說 我會照顧小B 那你回應 就說好 你也說好 你會讓我 沒有那麼擔心 但是 我也想你回應 他那個 願意的心 他會願意照顧阿B 你回應這件事 對他來說是一種鼓勵的 好 多謝你幫我 照顧我的女兒 我自己的老婆 好 多謝是一個層次 除了多謝之外 還有什麼層次 大家想一想 或者你想一想 有什麼層次 除了多謝 很感激你 很愛我們 一起生的女兒 這個是好的 意思 類似 就是多謝 感激強烈一點 那我會 你想一想 他的心 他會這樣做 你去讓他感覺到被鼓勵 我告訴你 好嗎 我覺得你真的很偉大 哇 我去做工 你要照顧阿B 肯用時間 可能你自己才去玩 但是你不去玩 你去照顧阿B 肯用時間 我覺得你很偉大 我肯付出代價 就是 說不出 你說一下你的感覺 你說一下你的感覺 如果你聽到我講 我會很開心 我會很開心 我會是你不在家裡睡的時候 我會很想念你 OK 那 就是說 這個 為什麼我示範這件事呢 就是說 我們欣賞人 可以淘汰 多謝你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 說出對方的心 他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就是你會這樣行動 這些付出的代價 我很感激 這樣他會更加感覺到 好了 在照片 他又說到害怕 我又想你 回應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這樣截停 其實在我們夫妻的溝通 在家裡 我們都試一下 不要 家裡都一樣 不要獨白太長 如果我們獨白 十五分鐘 對方沒有機會回應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又沒有機會回應 第三件事 沒有機會回應 他開始慢慢忘記了說了什麼 然後 然後 之後 就會 到後來 都是你說完 我都沒有機會回應 所以 我們說話 是給他一些空間 說到某點 停一停 說慢一點 讓他有時間 插進去 那就是 我現在 將那個時間 拖場 來解釋 他先說到害怕 那你試一下 這件事 我們可以怎樣 了解他的害怕 和去支持他 很厲害的做法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我就是想知道 你說你害怕 你告訴我 你害怕什麼 這個就是 就是去探索 就是有人說 不開心 有人說 你告訴我 為什麼不開心 有什麼不開心 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不開心 當你聽到人 有個感覺的時候 你一定回應 就是去探索他的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 你試一下 試一下探索這個感覺 你不用 你不用覺得有困難 因為你 等等 這句話是什麼呢 你不用覺得困難 這句話是什麼呢 是教導 是 那探索是什麼呢 我已經示範了 是 我聽你說怕 你告訴我 怕什麼 這個就是探索 就是了解他怕 因為每個人的感覺 是很特殊的 就是每個人都 我們每個人都 能夠明白 譬如你兩個人 坐著 現在的心情 我可以猜到一些 但是我未必知道 全部的 如果我想知道 我是要探索的 所以 請你去探索一下 了解一下你太太 到底她為什麼害怕我 你說你很害怕 你說你很害怕 你 怎麼這麼害怕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怎麼這麼害怕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怎麼這麼害怕 為什麼這句話 盡量去想想 怎麼說 因為 你可以說 最差勁你不是這麼說 你怎麼害怕 我聽 還害怕 就算你要溫和 你為什麼害怕 他都覺得 好像 我是不是做錯了一件事 所以 犯了一個負面的感覺 我們盡量說 我聽你說害怕 我都想知道 為什麼你會害怕 盡量有一個方法 我感受到 我想知道 這樣就變成 我和你的關係 不是就是 為什麼你害怕 大家下落分別 我想知道 我也想聽一下 我想聽一下 為什麼你會害怕 其實我想說 你會害怕 多謝 我想說 其實我現在這個 溝通的輔助 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在我們無論 和人的關係 輔導人 和你拍拖 和你結婚之後的關係 都是能夠聽到對方的回應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你回應他 其實是面子的時候 那個社工說了很多負面的個案 叫我處理 我很努力去說 我會怎麼處理的時候 他好像都覺得 我處理不到 譬如說 七歲的孩子又會偷東西 你怎麼處理 一中學生 一中學生 一中一個小時 你又要怎麼處理 兩個小孩子 晚上起床打架 又要怎麼處理 其實 很多負面的行為 我覺得我到時會 其實這些都在我女兒身上 完全沒有 我都是想著 用正面去處理她的時候 我其實那天搭了她 但她好像都不滿意 所以我又好像心想 我會不會還不來呢 雖然我知道天會會帶領我 但我還是有點害怕 我其實說 我就很正面 跟她說給愛她們 但她說 只是給愛不得過 要教訓她們 但是 教訓 但是我說 我剛剛去到 就教訓人 好像他們就會生氣 我 還有她說 原來他們 不喜歡你 會合起來 趕你走 所以 有些 雖然我都知道天會會陪 但是 對自己不太有信心 我都是有點害怕 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可以做得多 你都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我可以做得多 我想問你一件事 當你聽完她說這些困難的時候 你有甚麼感覺 因為 現在我是問你的 你聽完她說這些 你的 是沒有信心 你覺得她沒有信心 是 你聽完她說這些工作的質素 你有些甚麼 你的思想 你會覺得這種 她所說的 第一句 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 我覺得這樣的工作 是否容易 第二 就是 你太太的心情 當她面對這件事 首先 你客觀地 我想問你 當她聽到這些事情 你覺得 是否容易處理 不容易 不容易處理 是的 所以呢 當你說 你不用擔心 我想你做得到的 她未必會收到這個訊息 你想支持她 你可以 你想想她的感覺 你都覺得困難 對嗎 幫她面對這件事 雖然你未必解決 不是說 給她一些答案 怎樣在這一陣子 支持她 是不容易的 我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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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因為我以往都是用在這個模式 是 沒錯 多謝你承認 這個的而且確 我們也曾經說過 男性通常幫人 通常用救火源的方式 其實你感受她的感覺 她就會覺得舒服 感受她的感覺 你說出你的感覺 告訴她 是比她更大的支持 你想想 你要去做一份工 會有什麼感覺呢 很辛苦 是的 你會說得出 辛苦 她是辛苦 那你就不要告訴她 你不要覺得辛苦 你說 我知道 我知道 是很難 很辛苦 那她是不是感覺到 你感受到她的困難 我知道 我知道是很難的 但是呢 我很欣賞你 為了這個 加付出 後面一句 就比較快一點 去到這裡 試試留在她的感覺多些 留在她的感覺多些 就是回應她的感覺 讓她知道 你真的感受到她的辛苦 如果你要去做這份工 容易嗎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便告訴她 那些話 你告訴她就OK了 這份工真的不容易做 你講什麼 這份工真的不容易做 但是 都要努力去做 當然我不會說 永遠都需要支持一個小時的 但是你可以 我講一些例子 你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麼難的工作 你都會這麼有勇氣去面對 我覺得你是很厲害 頂瓜瓜 我自己都會去做這份工 我都要想想怎樣處理 我都不懂得處理 我覺得你很厲害 我覺得你很偉大 你為了能夠發揮生命 祝福這些小朋友 你會去付出 我很欣賞你 我支持你 我們一起去面對這個困難 我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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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會這麼勇敢去做 我真的覺得你很厲害 就是這種從心裡 發出一種對她的欣賞 是會令到她覺得 嘩 你都知道我的困難 你會撐著我的感覺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 她感受你的感覺 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她能夠 即她感受到你的感覺 你會覺得怎樣 有些力量去勇敢去面對 是的 還有這樣說 你不用怕的 可以的了 你一定可以的了 好像很遠 可以的了 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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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了 好遠路 我其實很欣賞你們 但你試試再 好像她這個情況 除了心靈的支持 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得 除了說 可以了 你做到的了 這句話 其實基本上是好的 就是告訴她 你行 我信任你 我信得過你 我信得過你 這句話是好的 還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做得 你覺得 在她還未開工之前 你一件事 可以怎樣 在這個過程中 去 給她有更大的幫助 其實 你想一下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你的小朋友已經要上學 哎呀 要上學啊 哇 老師是怎樣的 同學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怎樣的 我很怕上學啊 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 跟那個小朋友 有些什麼做 在她還未開學之前 幫助她面對她開學呢 即是她要做一件事了 譬如她去營業 哎呀 糟了 她那天我不懂的 你可以有些什麼做 來幫她面對 現在泰坦面對她的 你可以有些什麼 幫她的呢 這樣 是的 這個其中一件事 就是 我支持你 你回去和我分享 另外一件事 你都可以這樣的 在這個情況 可以說 不如我們現在試一下 這幾天有空的時候 想一下那些情況 可以怎樣做 但就不要教她 我們大家聊一下 讓你可以預先想定 那你去到那個情況 你就已經有心理準備 這個是一樣可以 大家有聊有說 就不要教導她 這個是一個可以的面對方式 OK 好了 當你的丈夫都嘗試去幫你 那你又可以怎樣跟她說笑話呢 還有她真的 她都說 照顧阿B 她不是你逼她照顧阿B 是不是 她自動說的 還有她的願意都 面對你的懼怕 你可以跟她說什麼 說話 好多謝你知道我的感受 知道我的擔心 都說很多鼓勵我的說話 所以沒有那麼害怕 沒有那麼害怕 沒有那麼害怕 這樣就算了 到時可能不害怕的時候 晚上再打給你 我說 我想問你 你會離開幾多晚 什麼 即是去做一樣事情 去多少晚 即是說 好像離開家裡 多少晚 她這次 她這次 開頭那個禮拜 她叫我連續三晚 OK 好了 你不如你現在談一談 在感情上之前 你連續三晚不在家 還有將來可能也有些時候不在家 可以大家說一下這種感受 這件事情對於很多丈夫來說 是沒有所謂的 那你去了我就看這件事 沒有所謂的 但是對於太太來說 很多太太來說 是很大件事的 有三晚在家 那就難得 什麼所謂 三晚在家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夠對她的支持 欣賞 在幫助面對三晚在家 原來是他 都是不用怕 那她的感覺 你以為是害怕 那太太離開三晚 是害怕 她做工是害怕的 先說的是害怕 三晚離開 你以為是什麼感覺 擔心 掛著 掛著你 掛著阿B 我就想你回應這件事 你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不用掛著我 其實大家會否喜歡聽到 你不用掛著我 你以為太太最喜歡掛著說什麼 掛著你 那些女性馬上出聲 她在家我會掛著你 我會和小B支持你 我會和小B祈禱 希望你可以很快適應那些生活 你很快就跳出去 我會和小B支持你 她在那裡 那三晚在她來說是一件大事 那件事可不可以更多的理解呢 她已經提到了 我隨時打給我 我會隨時打給你 你可以隨時打給我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不開心或者開心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非常好的這句說話 你快點回應她 我很開心 你都告訴我為何開心 因為你會打電話給我 還有她說 有什麼不開心的說話 你可以回應這句嗎 謝謝老公 還有 還有 我不開心打給你的時候 那你支持我的說話 應該會有力量一點 有時有些人聽到這些 尤其是男性聽到 不用這麼旁媽吧 為什麼這麼旁媽呢 這就是女性體重關係 所以當你說 我會掛著你 我會打電話給你 你一可以 你打電話給我 我會很開心聽你的聲音 在她來說是非常貴 這就是當我們看重對方的關係 的時候 那個關係就會非常鞏固 OK 我們暫時到這裡 大家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很欣賞 你們兩位 很勇敢 我看到人鐵很有心 雖然男性總是會在關注上 是會沒有這麼強 但是她已經做得很好 所以我提醒太太梅 和任何的女性 不要要求男性做到百分之百 也不要要求做百分之六十 她做到百分之五 你馬上感謝她 百分之五 她做到些少關心 你馬上跟上去 她就會更多關心 你不要讓她做到百分之五十 才欣賞 她做到一件事欣賞 一件事關心 馬上欣賞 一件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六 是的 感謝主 音楽 都欣賞 也要知道 經 Look Who 作好的